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胖狗今天要帶大家來美櫻一個這幾年人氣很旺的景點喔 這個地方叫做美櫻玄果 究竟什麼是美櫻玄果咧? 走,我們進來看一看,裡面有很多東西喔 美櫻玄果,用台灣的概念來說 它等於是一個農產品產銷中心 很難想像吧,在北海道美櫻這樣的鄉下村落 居然會出現這樣一棟時髦的建築物 而且還是由農會所經營的 這個番茄,未免也太漂亮了吧 北海道氣候嚴寒,許多農作物一年只有一貨 為了幫助當地農民生計 每天一大早,農協從慶座的農家收購了農產品之後 會送到玄果工房 進行洗血,包裝,再販售到各地 除了新鮮的蔬果之外 這裡也有不少農產加工品 為了讓大家親身體驗美櫻的食材有多好吃 美櫻玄果裡還有一家叫做盧筍的餐廳 隔著玻璃可以看到師傅料理的情況 富良爺美櫻的食材 就在師傅的喬手下 變成一道道美味的料理 光是看著看著就覺得肚子餓了 我們趕快去嘗嘗看吧 米其林指南在2012年出了北海道特別版 給了這家餐廳米其林一新的肯定 一進來就覺得這家餐廳很漂亮 有了米其林欣欣的加持 蘆筍餐廳在美櫻也非常熱門 想來吃的話最好先定位比較保險 嗯?這道菜不就是剛剛隔著玻璃 看到師傅正在做的番茄洋蔥麵包嗎? 一口吃 好大的嘴巴喔 塞得進去喔 太厲害了 番茄很甜嗎? 洋蔥呢? 嗯 好吃的說不出話來嗎? 唉,純淡羅小兵 說不出話來 是因為吃到不能吃的豆子啦 這一道是蘆筍餐廳的招牌菜 是用20種蔬菜做成的沙拉 只是用鹽水簡單的煮一下 讓你品嘗蔬菜最原始的脆乳甜 這是馬鈴薯麵包 又鬆軟又香甜 北海道的馬鈴薯 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馬鈴薯 這一道呢是蘑菇馬鈴薯湯 這是蘑菇馬鈴薯湯呢 用分子料理的這種手法 打成這種泡沫狀 先來喝喝看泡沫 泡沫就有蘑菇味喔 然後下面是馬鈴薯泥 這馬鈴薯泥 好香滑喔 蘆筍餐廳的五間套餐有三種 價格從2600到4600日幣 開胃菜、前菜、麵包大致都相同 最大的差別是主菜 這是2600日幣的主菜 雖然這個火腿味道還不錯 但是作為主菜就覺得有點單薄 這是4600日幣的主菜 紅酒燉牛頰肉 燉的相當軟爛 味道還不錯 這是3600日幣的主菜 烤豬里雞 是胖狗最喜歡的菜色 來小妹妹吃一塊豬肉看好不好吃 喔 嫩喔 嫩喔 你還沒吃就知道嫩 切下去就知道 好吃嗎 嫩的還是 有點油 有點油 嫩的還是有嚼勁的 嫩 嫩喔 嫩 當然還有甜點 糖漬水果和冰淇淋 但是比較有趣的是這個佐咖啡的小點 黑豆巧克力和手工棉花糖 手工棉花糖的口感就是和機器做的不一樣 超軟Q的 買顆超甜的哈密瓜 試吃各種農產零食 買剛出爐的新鮮麵包 或是享用米其林一新的料理 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難怪美音玄果會成為美音超人氣的景點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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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